黑色轿车闯红灯高速 撞上经过路口的两台机车 骑士跟乘客惨衰在地 紧销活不到场将三人耸衣治疗 其中两人抢救不治 一人骨折重伤 案件就发生在台中东区一处路口 今年1月15号 48岁的流行男子晚间七点 自称因为不满女友跟他人 发生不正当的关系 吸毒后危险驾车 先与他人发生擦撞 私下和解不成 一怒之下闯了10次的红灯 5次逆向撞上了行驶中的两台机车 酿成二死一伤的悲剧 肇事逃逸 知道你害死两个人吗 没有什么话对家属说 检方认为嫌犯犯后态度不佳 以及是累犯求储 20到22年徒刑 被害家属也希望 重判嫌犯无期徒刑 那被告设犯因 这个毒架而致死部分 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那另外就肇事逃逸部分 判处有期徒刑3年 合并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 这起案件也交由国民法官 共同合议审理 全案宣判流行男子两罪 合并执行12年 比起中检求刑的族主 少了8到10年 但台中地方法院 也没有特别说明 为什么没有接纳 检方的求刑刑期 尽管在陈述期间 被害家属速度哽咽 指出流行嫌犯多项恶行 但判刑结果还是不如预期 被害家属强调会在上述 要讨回英勇的公道 TVBS新闻里程 热反映台中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